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徐荣江 行政院今天通过 普发现金的特别条例草案 希望立法院尽速审议 让现金6000元能够尽快的入账 但是蓝营一再操作 说超真是跟人民抢钱 不是民进党的政绩 那高嘉宇也说是行政失灵 现在就被发现了 双北市在过去八年超真了482亿 台中市过去今年是超真了154亿 那这是不是跟人民抢钱呢 是不是行政失灵 要不要还税于民 为什么点点都没说超真呢 那现在选举还没有结束 蓝白阵营持续的扭曲民进党的施政 持续的追打林志坚 新竹市地下挖出来的东西 不管是废弃物还是淤泥呢 现在通通抹在林志坚身上 新竹的国际展演中心工程 挖到废弃物 就影射成新竹大秘宝 还有青草湖的清淤废土堆质 在南辽渔港 网红陈之汉炮轰 这是弱智的新竹市政府 害渔民捕不到鱼 还用三字金来骂林志坚 新竹市议员杨林怡就批评了 这些投机分子 不断恶意制造错误资讯 那高宏安现在身为市长 反而像候选人一样在追打 包括新竹棒球场 把这个一根电线跟几颗石头 就当成弊案的证据 美国媒体报道 大联盟来台场刊球场 批评这草皮状况很差 高宏安落井下石说丢脸到国外 但是专家说 美国的职棒球场 造价上百亿也 也曾发现过钢筋 那新竹球场才12亿 其中的6亿还是盖停车场 那高宏安要不要盖一座来看看呢 但现在一切都被蓝白扭曲 林志坚被告论文案昨天开庭 于正皇指控林志坚抄袭 但于正皇能不能证明 民调的著作权是他的呢 林志坚不认罪 但却被庞大的舆论逼着认错 很明显蓝白要继续打到2024 官司的输赢影响绿营 能否延续执政 还有解放军发布对台战军MV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辰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毅川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好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局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行政院今天通过 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草案 那苏文昌说这预算一过 就可以来尽速发放6000元 只是现在立法院会不会有变数呢 国民党会不会卡呢 先叫清皇 现在国民党不是推出了 将近近5000的这个案海 那这个条例呢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尽速通过呢 我觉得他现在必须要 把这个案子先优先排到前面去 才会让大家呢 越快拿到这6000块的现金 那我们从今天呢 这个行政院的记者会 可以看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这个6000块的部分应该是确定啊 就行政院已经把这个法院部分编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要等立法院的速度要快 那第二个当然也说明的很清楚 那各位可以发现这6000块之前 我们在讲说到底会用什么方式 让我们的民众拿到 所以目前看起来啊 这个用直接入账ATM请领 或者是邮局林贵三种方法 都可能是在这一次拿到这6000块的 各位可以拿到的方式 然后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次里面 其实行政院讲的很完整哦 他不是只有单纯告诉你说发6000块这件事情而已 在这一次的会里面 同时也解释说 除了这1400亿要拿去规划 发现金给大家共享红利之外 另外政府针对其他的部分呢 也要由法员依据同样送到立法院去审 让全民在今年呢 经济上可以撑过这个寒冬 所以这场记者会当然就很重要 超真的税收的部分呢 之前国民党故意把它扭曲成 这说这个是向人民抢钱 结果呢 在我们在中江节目上破解之后 告诉大家这里面呢 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来自于企业 营利事业所得税 以及企业营业税的这些贡献嘛 所以你会发现 3000多亿都是来自于这个部分 它就不是向民众抢钱 这是企业赚到钱了 所以拿来跟你的民众呢 共享红利 好 问题就来了 今年很显然的 今年在这个行政院记者会提到一件事情 今年除了会过 可能会有经济寒冬之外 他还提到这个出口的部分 从去年连续四个月衰退 连续四个月衰退 到了11 12月衰口 这个出口衰退的数字呢 甚至达到两位数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请问你 就是这个对于政府来讲 能够不去做好准备吗 那所以只要抄征税收 都要丢出来的话呢 对不起 抄征税收如果都要发现金的话 现在呢 这个很多民进党的民贷呢 大家也提案要求啦 大家也要求说什么呢 要求说那请问一下 台北市 新北市跟台中市 你们抄征的税收 你要不要发现金发给民众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统计里面呢 台北市呢 在过去这几年 从2015到2022年 抄征的税收累计是 212.74亿 那除以台北市的人口之外 换算下来 一个人 那你就发给你台北市的市民 一个人 8030块的现金 可以发出来 如果你真的要发的话 按照这212.74亿的话 那如果是按照新北市呢 从2015到2022年 是269.32亿 所以新北市的人口数的话 大概可以得到 一个人拿到6700块 哇 行政院给你6000块 你再加码6700块 一个人可以拿到12000 这数字还蛮高的嘛 那你再看台中市 台中市从2015年 到2022年的时候呢 2022年虽然没有 但是累计下来 也有154.94亿哦 台中市的154.94亿 除以台中市的人口数 换算下来 一个人也有5480块 那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说 超增发现金还民众 超增就是跟民众抢钱 你就还民众的话 那台中市也发出 5480块 配合行政院这次 所发出来6000块的话 台中市民也可以拿到 1480块哦 对 所以呢按照这个 国民党过去 所要求的标准的话 台北市 新北市跟台中市呢 大家都发出来的话 真的大家喝过你 这个过年前拿不到 过完年后 拿到之后也很好用 但我请问一下 这个难道是国民党 心中自己也认定的 发钱标准吗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嘛 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 超增的税收 它不是等同于 超增的税收 就是大家的这个零用钱 等于是要发给 人民的红利钱 不是 是你这个超增的税收 是这个我们讲说 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 税入的部分预估的值 跟最后收到的税收值 收到的税收比 原来预估的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 政府要干嘛 你可能要还债嘛 那你可能要预防 经济不好的时候 要拿来做一些纾困之用嘛 那你可能以后 劳工遇到要转型的时候 协助劳工职业嘛 这些都是可能的 花钱项目 但是之前国民党 在打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都不讲清楚 不讲清楚 只讲一件事情 超增税收 就是跟民众讲钱 超增税收 就必须要拿出来 还给民众 就是要还税于民 还有一个 后来高家瑜跟国民党 不是都说 这是行政失灵 是 所以现在你看 双北市台中 是不是也行政失灵 是 因为之前高家瑜说 这叫行政失灵嘛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请问台北市行政失灵的几年 从2015年到2022年 长达8年的时间 台北市都叫做行政失灵 按照高家瑜的标准的话 新北市也是从2015到2022年的时候 都叫行政失灵 因为都是税收 它都处于超增的情况嘛 那台中市 从2015到2021 因为它2022没有 所以台中市呢 行政失灵了7年少一年 所以按照这个高家瑜的标准的话 这些直辖市 都是处于行政失灵的状况 然后他们都必须要把钱吐出来 还给民众 但我请问各位 你觉得这样的讲法对吗 当然不对嘛 因为你在国家的预算 在政府的预算使用里面 你有还在还有其他项目要考虑 可是现在一棒把它打成说 只要是超增税收 就等同于是要拿出来 把钱发给民众 就等同于是跟民众抢钱 就等同于要还税于民 就等同于行政失灵 天啊 按照那个标准下去 你有沒有发现一件事 按照国民党的 治国标准下去的话 对于台湾来讲 这有可能造成天下大乱的情况 所以当大家未来拿到 这笔6000块的时候 千万要想清楚 对我们国家的大政上面 还有许多的部分呢 都需要这笔超增的税收 去灵活的应用 才能协助大家 在今年度过经济的寒冬 的确来会晚 现在在立法院 因为我们在行政院 今天通过了这个 特别条例草案 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变数 如果经济好 叫做行政失灵 那经济不好 像马云九政府 八年都短征的话 难道要给他发奖状 说好厉害 你的经济比预期还要烂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不要搞双重标准 比如说高家瑜 或者像国民党的立委 他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他急于做政党的斗争 就忘了一致性的标准 因为一个经济好 全国的八世 我们缴税不是 中文政府在收税而已 地方政府也在收税 对 经济好不会只有 进出口的那个订单好 经济好的时候 地方的那个不动产 也会跟着好 税收也增加了 地方税也会增加 所以当你回头一看 不对台北市 税入也有剩余 台中市也有 税入也有剩余 所以当你讲 行政失令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怎么只讲中央政府 不讲地方政府 双重标准 因为地方政府 多数是国民党执政 再来 你要求中央 现金都要拿出来发钱 说这个税入剩余 如果不拿出来发钱的话 就叫做抢人民的钱 那台北市可以抢人民的钱 基隆可以抢人民的钱 台中 桃源都可以抢人民的钱 那变双重标准 所以变一个笑话 急于用政治斗争 来处理国家制度 这国家会完蛋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对 我们现在 经济不错 税入有盈余 有剩余 你也要准备 我们家里面 如果这个月爸爸妈妈 因为工作辛苦 或者瓜乐透 多中了一万块钱 没有一个家庭 会把钱全部花光光的 因为你会有不好的时候 比方说 你现在税入剩余不错 明后年万一经济不好 有短缺的时候 难道要跟百姓加税吗 那你就要举债 所以没有的时候要举债 有的时候 其实多少要还一点 否则举债上限是40%左右 我们现在大概举债到30% 全台湾这三任总统 大概只有蔡英文有在还债 所以我回到裁员 大家了解之后 我现在讲程序的部分 我们现在4500亿的 税入盈余或税入剩余 其中按照财政化之法 有700亿要给地方政府 所以当国民党 多数地方执政的时候 又讲说不普 现金没有通通拿出来发 就是抢人民的钱 第一题 那请民贤回去告诉国民党执政的 蒋万安市长 这个张善政市长 卢秀燕市长 这700亿先声明 你自己多收的先不讲 这一次中央的4500亿 有700亿要给地方 那这700亿是不是都不要了 通通还给中央 人家讲万安说 没有我自己要用 张善政说 没有我自己要用 发现金不要 现金跟中央要 双重标准嘛 可笑嘛 剩下中央自己手上的3800亿 行政院并没有把地方分配的拿回来啊 那3800呢 钱要用 要有两个法定程序 第一个 你要有法律授权 行政院才能用钱 这钱是人民的 不是国家的 所以这个法律授权 所以要通过一个 动支的特别条例 3800亿 大概我在节目介绍过 控制物价 让水电油不要乱涨价 因应可能的经济变局 那最后留一块 1400亿 普发现金 那法律程序呢 通过行政院院会 接下来就要送立法院的通过 立法院通过之后 还要编 根据法律授权 才能编这个1400亿 或3800亿的预算 还要再通过预算 所以通过法律 行政院通过法律 立法院通过法律 再来编列 行政院编列预算 立法院通过预算 这是法定的程序 除非 国民党主张 以后谁当行政院长 要用钱 国库门打开 哎呀 好多钱啊 来吧 我拿两叠来发给于北城 一叠发给徐青皇 如果国民党是主张这样 就大声讲 否则 国家的经费要动支 要法律送权 预算多少 要法律编定 立法院通过 那现在卡到 我们希望大家快点发嘛 对 那快点发 国民党会不会说 他要一万什么 然后可能又时间就拖 就乱喊 你要喊一万 我一直赞成 国民党喊一万太好了 你地方这一次 不要拿地方的 光中央要配给地方的700亿 通通放弃 不要 回来 那这700亿加上去的话 就可以领到将近8000多了 然后呢 地方呢 像超真的 台北市超真的 那个 这个 200多亿 通通回来 我估计大概 各县市平均都可以领到 一万三到一万五左右 来嘛 对 要把国家倒掉 一起来嘛 所以 他讲说 加码一万 加码一万 你地方的税入盈余 为什么不拿出来发 所以那个一看就是 政治语言 不负责任 如果国民党要成为一个 有钱就拿出来 通通花光光的 你真的以为人民会信任 这样的2024总统政府吗 所以我刚才讲 法律授权 我们大家希望快点领 对 那快点领就有几个地方要快的 第一个 行政院很快 行政院已经现在通过了 那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快点通过法律 快点通过预算 这样大家就可以快点领 过年前可能比较难 过年后就可以领到 第二个要快 地方 发钱是地方政府要执行 你各区公所的行政准备 要不要准备好 所以立法 预算编列 行政准备 这三个才能快 当国民党要求要快的时候 你又弄个四千 在业党中弄了好几千案 放在总预算前面 然后我们总预算 好不容易协调到 只剩下一百多案 今天又说 你骂我我不高兴 我不协商了 小孩子 一直在卡 在拖延时间 他又说不协商 我们现在还在协商 对还在努力 如果你不协商 那四千多案 光表决要几天 表决完了那个才能来处理 这个特别的条例的法案 另外还有一个是决算数 按照我们的相关的法律 那个叫做 预算法73条 决算法第二条 钱不是剩下的 你就可以花 我不知道中将你家怎么样 我们每个月赚的薪水 都要先交给老婆 老婆决算完了 零用钱发下 我们才能花 这个是家庭 每一家状况不一样 政府是这样子 政府前个年度的税收 好有四千五百亿 什么时候可以花呢 要经过审计部决算 才能花 审计部都是七月决算 所以你七月份决算 再来花 那领到钱就年底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 算一算我们收比较多 所以我们暂时在项目上 先借 然后花下去之后 七月份决算 再把它 决算再把它填回 这个也没有利息 也不会真的借到钱 那结果这个事情 谁有意见 王洪威有意见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要快的话 大家真心诚意 希望大家好过年 国民党的 非专业 纯外行的政治斗争 术语 少一点可能会好一点 反而要呼吁国民党 真的不要再卡了 不要再弄将近5000个案子 在那边拖延时间 现在大家都在敲碗 希望过年后 能够尽快领到6000块钱 但是现在发现 原来地方也超增这么多 原来也都是 常年的行政失灵 竟然行政失灵的结果 就是超增这么多钱 台北市有200多亿 新北市更多269亿 台中市也有154亿 这么多钱 不是应该要还税渔民吗 不是应该来照顾这个弱势吗 来 宜串兄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敲碗 希望这个地方 双北还有台中 快来发质 你不能把人民抽质 是不是 对 这个超增的事情 我们也讨论 我还要一个月 大家听着 也都听有什么叫这个超增 还有这件事 地方政府超增700亿 你们去问这三个市场 第一个去问 那个侯友宜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新北市政府 收支短处 钱不够 收支短处 所以这个没法度 第二去问卢秀燕 卢秀燕说 我们要去还债 还债 钱都已经拿去还债 所以也没法度 去问 讲话 我们这个多了钱 用于市政 这三个 出自 苏贞昌院长的嘴巴 是怎么 所以例如说 没了 我们就收支短处 没了 我们就拿去行销 没了 我们用于国政 都叫美国 我打算 而且这三个 说才有 好像都没人有意见 这电风串的税 代表都跟土地有关的 土地税 房屋税 土地增值税 这都占大宗 什么印花税 七税 那都要借 现在要讨论 就说国民党 如果要用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个保守 要来说 你这几千几页 什么什么都拿出来 尤其主理论 说三千几页 都要拿出来 当然民进党 就是说 不然你这七百几页 也拿出来 好 现在今天 今天新众院送权 是送去跟他一万一 国民党说 这样不够 六千不够 我跟你说 六千不够 要改一万 改两万 很简单 就是本地 劳健保的那条 就没贪报 台电 也没贪报 每年 今年 金气败 金气败 流一笔钱 要输困 那也都没贪 要扩大公共运输 使用 譬如说 我们选记的时候 有一个北北基头的 月票 四个县市 要提出来说 要有一条交通月票 这个保守 也没贪 国民党 你买吗 没有啦 那地方七百 拿出来 这七百 是中央的 四千五百亿 分给他的 对 他们自己 每个县市 自己 也有税率 盈余 两百亿 一百亿 对对对 就是超真的 那个 那在四百亿的 以外 他还有贪担 说得很好 是 我感觉 这些没说 这三个国民党的市长 出来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都没人有欢迎 没人说 对了 因为一般 我家里人在判 我们可以提供这三个市长 在判市政有困难 因为资不够 怎样怎样 去资金 那些行李 行本金 可是 中央政府因为大家欢迎 要在分这六千块 是好事 不能无法拍摄 我也奉劝国民党 因为这几天要处理中医生 还要处理 处理很多重要的法案 这不能够动 因为你这种 搞事这个法案 这个要分纸的 这个法案没过 后面 他算是不能变了 他再拖到过年过 对 这个法案先让过 他算 他算过年要够来处理 这条如果没过 过年的时候 大家在围露 在讨论六千块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 动这六千块 没要分 连这个法兔党 没要给过 六千块就分不成 各位兄亲 这条国民党 最好看 这几天的变化而已 这几天国民党 如果拿几千元 都在乱母乱虫 闲要动 动到我们过年 在围露的时候 在讨论六千块的时候 如果说这六千块 要本来 跑到三岁 四岁 这都国民党 国民党在动 大家要记得 对 要请教民贤议员 这个国民党 可不可以不要再 说一套做一套 立法院就不要再卡了 不要再弄那个 将近五千元 再来台北市的部分 赶快建议一下 这个蒋万安 可以拿出来 这还税云民 大家分享一下 好过年不是很好吗 现在这些都讲的时候 经济红利 与全民共享 对很多人 对赞予党来说 或者说超增 这两块其实 对民众来说 一样一样 等于税收 你不论说再怎么样 大家认为政府五级 所以现在都到底说 都说增加 经济红利 或超增的这部分 到底要不要跟民众共享 就说现在立法院 要立法院 这老讲立法院的过程中 你说决定要不要多发 这个就叫政治决定 那政府有钱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你不认它是一个 经济成长的一个经济果实 或者说因为税收 因为税机的关系 多收的 反正不管anyway 不管再怎么样 反正做决定 要发钱给民众 这叫政治决定 所以总统元旦公了 苏贞当院长 你隔天说 要发放现金 这个也是政治做决定 那对六都来讲 六都像六都财务 你觉得六都财务好吗 六都其实都负债 台北市 负债当然一定有 问题是双北市 就是最好 可是对台北市来讲 我们差不多 台北市负债 接近900亿 科匹算有还一些 可是一样负债 高雄负债更多 那你对六都来讲 有超收 过去几年有超收 那他们预计 我们桂湾主计长 今年就不会超增 因为有八个地方 所以是属于地方 可以用的 那如果说要不要 经济红利与全民共享 或者说要不要还税于民 这个动作叫政治决定 对不对 首长要决定 首长我用这个钱 你对六都首长来讲 一样 我们怎么看 地方现在是不是也要 还税于民 对 造福一下 大家都投给国民党 这也应该 这个 这个是没有法度不成方圆 这就是这样 这是乱 已经乱了 我讲 大家如果没有财税的观念的话 你回想 这个李连杰演的一部片 叫投名状 大家记不记得 打进苏州城的时候 刘德华建议说 少废话 所有的观想 良想 立刻分 立刻分 然后当时李连杰就说 不能分 他这下经过清点 盘点之后 我们后续还有 总这个 这个 长远的用途 所以刘德华不是跟 李连杰演翻脸吗 就是翻 就是发 刘德华差点被斩掉 那个在什么 挣钱私分良想 差点被斩掉 所以说很多事情 你既然是一个 不要说军队 一个 一个法制的国家 你所有的事情 都有法律的规划 那么大家就讲说 这个财政纪律 还是这个行政失令等等 说往前推十年 我们有八年都是超收 那为什么不能够把 这个所谓的预算 编大一点 既然你预算不够 还要回去回田 为什么不编大一点 我讲 今年会不会中特奖 谁知道 对 政府 今年预估是不好的 对 你会不会中头奖 你突然间会不会中头彩 一下子多这么多钱 谁知道 那么政府 因为我在国防部待过 我们编预算都非常的保守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你如果编的太福报 过不了立法院那一关 立法院跟你算的多仔细 为什么今年油料要增加 为什么今年军饷要增加 为什么今年装备 维护费要增加 他跟你算的很仔细 那不是说我今天 老保好像缺了两亿 我就多编两亿 不是这样 预算不是这样编的 他有一个基础的模型 你要非常精准的 把它算出来 然后要去跟这些 非常专业的事务官 一项一样去解释 那没有那么简单的 所以就按照 有些委员 或有些议员讲说 那就多编 行政失灵 你边边看 我告诉你 省预算是靠经验 编预算是血泪 我跟你讲 谁不想多编 我现在国防部 我多想多编一点 不能乱编 你每一个 你要去说服 每一个委员会 讲清楚 为什么多编 你的船变多了吗 还是你的战车增加了 那战车没增加 船没有增加 为什么增加油料 这都是状况 那你到了市政府 一个国家都这么精准了 你到个市政府 市政府可以更精准 因为市政府的模型 比国家小 更小 它的整体税收 比国家更好掌握 因为你很简 就是地方税 地下税 房屋税 规费 这些你要去征收 你可以算得更精准 那么所以 连地方政府都会超征 那你去要求国家不超征 那不是败家子吗 所以这个例子非常好 就是这个标准的一个案例 所以很明显 蓝白阵营就是双标 莱范老师 我们看到 现在就是说 被发现双北市 还有台中 竟然也是超征 所以显然就是一个 大型翻车现场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法案的名称叫做 异后强化经济 与社会任性 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特别条例 我觉得国民党 最看不爽的是 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这几个字 因为他觉得这就变成是民进党的政绩了 因为我们去年 我们的这个 台湾的经济非常好 我们的出口非常的畅旺 别的国家的经济成长率都很低 台湾跟其他 特别是四小龙之首 我们创下了 在全世界看衰 台湾经济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军突起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果实 然后让全民来共享 这是民进党 当然是加分嘛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 哇 这个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看得眼红啊 不能这样讲 这个应该是国民党也参与其中特别条例 他有贡献 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嘛 所以他就用各种方式 用政治方式来阻挠嘛 最好就是 到过完年 大家都还是理不到 这国民党他的期望 这破功 让民进党破功嘛 因为我们讲过年 到元宵节其实都算过年了 所以你说当然最好是说在 除夕前拿到是最好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立法的流程 必须要去走完 包含你以后也是市长是你在当哦 你以后就不要建设 建设挖到算你的 这不是这样子啊 挖到废弃物算市长的 挖到保算谁的啊 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有处理的决心 一切按照法律来做 我挖到了 那不是我所愿啊 那我开始找这块土地 是谁捐的 是谁埋的 我来追 你要依法办理 grand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